立委选战论文议题稍不完 国民党与民众党两位立委候选人 分别指出陈俊宇论文有20几%及40几%的相似度 对此民进党竞选总部今天大力反击 黄春廷这是撑眼说瞎话 陈婉慧也道听途说 我们想请问一下黄春廷候选人 请问你是真的听不懂吗 还是你是睁眼说瞎话 你现在的选情在最后一个关头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只剩奥佛只会抹黑吗 这种行为其实是真的很难 很难让宜来人认同的 所以这是一个抹黑 那么而且他善不宜众 那么事实上涉及到 违反选报法 意图使人不当选 或者刑法 妨害民意罪 那么要提醒陈婉慧 这个没有言论免责起来 他不是在立法院里面咨询 他回应记者的访问 说陈俊宇 相似度43% 这个是已经涉及违法 非常严重 这个没有言论免责起来 所以我们才想说 请陈婉慧你要认错 你要道歉 你要说你不懂 或者是呢 那你乌龙了 靖总今天也公布委托佛光大学教授论文比对结果 陈俊宇的论文相似度为10.7% 完全符合佛光大学毕业条件的15% 证明毫无抄袭疑虑 黄称廷与陈婉慧 提不出证据又抹黑 所以要求两人应该认错 道歉退选 陈婉慧路人事实上 我们半年前就跑过了 那么我们觉得不需要拿他的路人 来做什么样的一个攻击 但是针对他最近那种毫不负责任的攻击 不必负责任的 随意的路人甲的资料 他就可以拿来攻击 你堂堂一个政大EMBA原创这么低 陈俊宇一步一脚印的 球学佛光大学 至少原创排46% 这两厢比对 谁高谁低 是非常清楚 总之我们今天 就是希望黄称廷跟陈婉慧 一定说出去的话要负责 你是弄错了就弄错了 你是抹黑 那你就要道歉 他在那位校长的陈婉慧 他听了路人说 就来自控 陈俊宇说他的协力是一件事的 他路人是一件事的 黄称廷他一直听林政府说 听陈婉慧说 他就倒是发传单 来指控 来不配 成绩你的协力事件 我感觉你们两个已经 失去 立委校参与的结果了 应该得欠 应该得胜 面对论文是否抄袭引发的争论 黄称廷回应表示 选民自有公断 抄10%是抄 抄1%也是抄 只要有抄 一句一段都不可以 陈俊宇连到猫祖庙发誓 都不敢提论文没抄 他论文有没有抄袭 相信神明选民自有公断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 与汉采访报导